《奇緣》這部Disney動畫電影 在25號則是釋出了39秒的番外篇續集預告 預告當中呢 Elsa幫妹妹艾娜慶生 學保可愛亮相性 大批影迷關注 高掛艾娜生日快樂的彩帶 籌備驚喜派對 冰雪奇緣番外篇預告曝光 I'm not eating cake Olof, it's for Anna And it's for Anna 艾莎要幫妹妹慶生 艱辛布置可愛的場景 但是艾莎女王的魔法似乎再度的失控 導致一連串無法預料的後果 最新驚的是 她換掉了過去藍色的禮服 改穿綠色的套裝 再用鮮花點綴美艷動人 39秒的預告 短短一天就吸引了60萬人觀賞 WinElsa, Anna, Christoph, Olaf and the whole crew will be back on the big screen 而因為類似夠以取榮獲了奧斯卡 最佳原創歌曲的羅佩茲夫婦 也為了這次短片創作全新的主題曲 據說將比神曲更洗腦 但影迷想聽想看 可得三月份進戲院觀賞 這部電影才看得到 不犯規姑娘正人擺之前 才會看到冰雪奇緣的十分鐘短片 只能說全球大賣近13億美元 讓迪士尼營收大增18%的冰雪奇緣 魅力持續延伸 靠著短片拉抬新電影的行銷策略 闖出靚麗的票房車